Luis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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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去做这种有点像是敲击的感觉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去检视一下 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方式去做推杆 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 这个推杆本身的重量 跟刚刚这三种类型 你能够配合的好的话 那效果一定会更佳 各位球友可能会在这边开始担心 我是不是要换一只推杆了吗 其实并不是 教练呢 在这边推荐各位一个非常好用的握把 他可以去直接去调整你的配重 来去找到适合自己手感的配重 来去搭配你棘球的方式 现在呢 我是把这个配重呢 都全部是向上拉 所以如果你的配重都是调的比较上方的话 他的概念呢 会让这边比较重 而相对的反射下面就会变得比较轻 会比较适合于你自己在感觉在摆动方式的球友们 会在这个送杆的这个感受度会变得比较明显 所以呢 现在我们的重量是调到最高的地方 好 我一样设定好 我会去感受到我在推的时候 哦 这个摆动 这个送收杆的这个感受度会比较明显 让球去滚动的比较流畅 所以你可以把重量配置在上方 那现在呢 我们的重量是配置在中侧 你可以去感受到在中侧的时候 适合的推法呢 会是比较完全是靠着你的身体 你会去感受到整体的重量会变得比较一致 OK 在推的时候 它会能够让球杆变得是更安稳 OK 所以感受度会变得是它是整个是重心啊 会是比较安稳的在这个摆幅上面 是用靠着身体的方式 那第三种呢 就是我现在把重量呢 调到最下面 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推杆在推的时候会整个会变得是比较沉 所以在这种小幅度上杆去撞击的话 你就不用上太大 因为它会运用它本身低沉的重量去往前去把球给送出去 所以你设定好球位可以靠左一点点 重心手 全部感觉都是压在左侧 OK 像是这样 小小的幅度上杆 会去感受到上再重极下去的时候 能够利用重量把球给前进的登进 这个握把呢 它有分成长方形跟完全正方形 握起来的整体手感 你会觉得你的手是非常方正的 它也是史上被公认为最超级方正的握把 所以如果各位在购买的时候 你只要去注意你喜欢R1还是R2 所谓的R1呢 就是在握把的方式呢 它会是比较属于偏向 接近于是完全是这种长方形的一个设计 那R2呢 就是正方形 我个人是使用正方形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呢 这就是它内部的一个配件 你可以去依照你自己喜欢的重量去做配置 这是插在这个握把这个干身的中心 那这边会有不同的重量 然后这是调节锁 所以你可以随时去改变 你想要怎么搭配 去找到你自己的习惯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这个平衡椅啊 你在装握把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看你现在装的时候的这个平台啊 是不是方正的 以上就为今天各位分享的好物推荐 希望你的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按赞加分享 追随我的粉丝转 还有我的IG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